辉瑞BNT宣布今年下半年将开始对人体测试冠状病毒通用疫苗 以预防多种冠状病毒 并以提供持久的变异保护为目标 实验内容包括T细胞增强疫苗可预防更广泛的病毒变异株 并且在病毒变得更危险时维持预防重症的效果 港大药厂目前正在和监管机构讨论这款增强版疫苗 希望能更有效防范Omicron变异株 而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出现不当使用或过度使用抗生素的问题 可能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培养出更难对付的超级细菌 BNT药厂宣布已经开始独立研究精准抗生素 作用是杀死这些对其他抗感染药物产生抗药性的超级细菌 试验开始时间未定 南韩批准首款国产新冠疫苗 这款疫苗由SK生技公司研发 防护力比AZ疫苗高了近三倍 而且跟台湾的高端疫苗同样属于重组蛋白疫苗 安全性高 副作用风险低 今年4月底通过第三期临床试验 本月29号获得食药处批准 预计向世卫组织申请列入紧急使用名单 并透过COVAX平台向全球供应疫苗 未来主要提供18岁以上成年人施打 需接种两剂前后间隔四周 目前已在研讨用于家常针 接种三剂后可有效预防Omicron变种病毒 记者综合报道